俄罗斯三大民调机构之一的列瓦达中心不久前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因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造就的国际孤立,使21%的俄罗斯人非常不安。 2014年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后,列瓦达中心便开始了针对这种国际孤立的持续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2017年感觉非常不安的俄罗斯人只占近8%,三年前的2015年则为6%,另有22%的俄罗斯人表示,这种孤立使他们相当不安。 1%的俄罗斯人33%对孤立并不特别担心,19%的俄罗斯人则根本不在乎所谓孤立,另有4%的被调查者拒绝回答这一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我认为美国非常好和总体来说不错,的俄罗斯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和29%,我认为乌克兰非常好,的俄罗斯人占3%。 认为乌克兰总体来说不错,的俄罗斯人占25%,认为美国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俄罗斯人,分别占32%和25%,认为乌克兰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俄罗斯人,则有31%和29%。 至于在俄罗斯人眼中,西方怎样看待俄罗斯这一问题?被调查者的观点自明显较为分散,25%的俄罗斯人,认为西方害怕俄罗斯,21%的俄罗斯人认为,西方面对俄罗斯时焦虑不安。 认为西方人面试俄罗斯的,有16%,14%的俄罗斯人认为,西方面对俄罗斯时没有特别的情绪和情感。 10%的俄罗斯人认为西方尊敬俄罗斯,5%的人认为西方同情俄罗斯。 2018年是俄罗斯民意产生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重新回到2013年的水平,俄罗斯因穆克兰问题陷入西方孤立,也已4年多时间,对这一孤立非常不安的人数。 在2018年一年间增加了近三倍,从2017年12月的7%以上,增加了到2018年年底的21%。 但俄罗斯政府在未来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应该不会特别考虑公众的意见,最鲜明的例子是退休年龄的增加,普京和梅德维杰夫会继续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安人数的大幅增加,至少可以说明,许多俄罗斯人不希望与西方的关系恶化至当前水平。 2018年12月8日,刘鹏,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